作息不規律 你為什麼不拆卸妝不完全 不一定每個人每天上妝 但是一大堆人這個 髮型線長痘痘 每個人每天都有作息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要化妝 對嘛 對啊 其實你可以長得更年輕的 對 你知道嗎 你會長得更年輕 相信 真的好 對 蒼蒼並不是你唯一的表情 我是長得太漂亮 讓人家忽略我的財 擔心太多了 髮型線長痘痘的時間要小心了 主要是因為作息不規律 還是卸妝不完全的狀況 所造成的 請下答 誤成了 終於已經按到一次了 準備開張 來 但這個我怎麼會知道呢 好 作息不規律 你為什麼不拆卸妝不完全 不一定每個人每天上妝 但是一大堆人這個 髮型線長痘痘 每個人每天都有作息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要化妝 對嘛 對啊 那有些不化妝 然後他也是長痘痘吧 滿好 有機會吧 請介紹 好 的確喔 這個呢 如果通常啊 我們作息不正常啊 壓力很大啊 那這個時候容易冒痘的地方 是額頭 但是呢 髮型線真的是一個 挺尷尬的位置 因為洗頭呢 我們多半會著重洗 就是頭皮啊 以及呢 這個頭頂的位置 但你卸妝的時候呢 也是以這個五官居多 然後髮型線呢 就會常常被大家給忽略掉 所以一旦髮型長痘的話 就要注意你的傾斜了 你要努力卸妝 好 應該要啦 其實你可以長得更年輕的 對 你知道嗎 你會長得更年輕 相信 真的好 對 蒼蒼並不是你唯一的表情 我希望不要 方又欣 多蒼蒼看長得多好啊 沒有 我有蒼蒼 妳有蒼蒼的成長啊 但是妳長得這麼好啊 謝謝 因為我卸妝卸得很乾淨 聽到沒有 來 跟她再講 這叫我再講一遍 跟她 因為我髮型線都會卸妝 因為我髮我卸得太 我是長得太漂亮 讓人家忽略我的才華 擔心太多了 對 她聽得長得太漂亮 長得太多 請出下一題 並用空移法來治療 童年陰影 是心理學當中的溝通分析 還是頑形治療 請下拿 空移法 我也想聽過喔 來 余恩 空移法 我的答案是頑形治療 她很像把一個分身 就放在那個椅子 對她 所以我不知道這算是溝通 這算一種溝通還是什麼 她跟一個心裡面的 那個人溝通 所以空的椅子 讓她幻想有一個人坐在那裡 對 她就是個可以讓她 然後完成一種療癒 對 這好像會用在 戲劇治療上面 很像也會 對 我聽過空移法 所以她到底是 我還想說她沒做人 應該沒有辦法溝通 完形治療 請揭曉 好 完形治療的這個空移法 它其實常常可以用來治療 心理創傷 也就是說讓這個案主 他的對面擺了一張空椅子 然後你跟他對話 接下來你叫他 再改坐到椅子的那一邊 然後異地處置 用另外一個身分跟方向 去理解這個事情的 全面的一個面貌 其實也可以讓他治療心理 當初的一些缺憾